国务院总理李强25号上午在大连出席202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李强表示当前全球经济发展面临重要关口 我们要正视世界经济面临的增长困境 以更高远的视野更宽广的胸襟来对待发展问题 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 在共同做大蛋糕中寻求自身合理利益 开辟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源 李强指出 这些年 中国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 加快发展新制生产力 培育壮大新动能 中国新产业的快速兴起 顺应了全球科技革命绿色发展的大势 根植于自身超大规模市场 完备产业体系 丰富人力人才资源 多样化应用场景等独特比较优势 有力支撑了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也为各国企业创造了更大合作空间 李强强调 我们要始终把握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大方向 开辟未来经济发展的广阔蓝海 一是深化科技交流合作 为科技创新营造开放公正非歧视的环境 二是厚执绿色发展底色 共同推动绿色低碳产业发展 三是维护开放市场环境 并弃阵营对立 反对脱钩锻炼 维护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畅通 引导推动全球化健康发展 四是促进包容普惠发展 统筹好发展和治理 努力让创新成果造福更多国家和人民 至此后 李强就中国经济及新兴产业等 回答了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马步的提问 强调坚持固本培员 增强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能力 打好政策组合权 波兰总统杜达 越南总理范明正 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来自近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700余名各界代表出席